作为对宠,大家伙都知道全红蝉在广东省跳水队有多受欢迎,可是要说到宠爱全红蝉的第一人,当属全红蝉的大师姐陈奕文,陈奕文有多宠全红蝉呢? 大家知道的就有拍照的时候,让全红蝉骑在自己的肩膀上抱着全红蝉退场,但这也只是陈奕文宠爱全红蝉的冰山一角,陈奕文有多宠全红蝉呢? 或许这是当事人最有发言权,在一次采访中全红蝉就谈到了自己的大师姐,在全运会期间全红蝉和陈奕文住在一间宿舍,22岁vs14岁都说三岁一带高,显然从年龄上两人是很难玩到一起的,但是为了缓解全红蝉紧张的情绪,陈奕文真的是全身心投入的配合。 全红蝉表示大师姐在宿舍经常陪自己玩幼稚的游戏,虽然这些游戏对于陈奕文来说可能没啥意思,但是为了全红蝉,她还是每天乐此不疲地和全红蝉一起玩耍。 除了在宿舍陪伴玩幼稚游戏,陈奕文对于全红蝉也是非常的上心。 众所皆知,在采访中,全红蝉曾经表示最想去的地方是游乐场,她先去玩一次抓娃娃机。 当陈奕文在全运村发现抓娃娃机后,她更是第一时间拉上了全红蝉性冲冲。 第一跑到娃娃机前,帮助全红蝉提前实现愿望。 陈奕文的宠爱让全红蝉感动,这也让全红蝉为她送上了最暖的回报。 为什么这样说呢? 为了帮助广东跳水队拿到冠军。 为了帮助22岁的陈奕文圆梦,为了报答恩师。 全红蝉主动放弃休假,迅速投入备战消除了隔离期状态的生疏。 最终全红蝉在10米跳台拿到第一名,也成功地帮助师姐圆梦。 要知道这个冠军对于22岁的陈奕文,来说还是很重要的, 毕竟作为跳水运动员。 22岁这个年龄意味着即将要离开。 除了全红蝉的奖牌之外, 全红蝉在生活中也是尽其所能的回报师姐。 比如说在全红蝉上拿到了可爱的纪念品后, 全红蝉不忘帮师姐要一份, 并且第一时间送给了陈奕文。 全红蝉暖心的举动也是逗得陈奕文哈哈大笑。 对于陈奕文来说, 在生涯的末期能够拿到全约会的大奖, 这不仅能够让陈奕文拿到一笔不菲的奖金, 还能够为陈奕文退役后争取更好的安置和待遇。 不得不说, 红姐的这份大礼还是很厚的。